男孩正在小心翼翼地排泪 可身体的不适却让他呕吐不止 一旁的队友见状想要过去帮忙 不料下一秒 由于呕吐触发了地雷 导致男孩的手被双双炸断 撕心裂肺的哀嚎声想撤整座沙滩 可周围的人却纷纷选择沉默 因为他们不敢在地雷区贸然醒悟 在将男孩背回来后 队友只能无助地请求军官帮忙 而原本极度痛恨德军的军官 在听到阵阵哀嚎声时 便彻底坐不住 他起身来到外面 然后给男孩打了一管镇定剂 这才让他渐渐安稳了下来 接着便喊来救护车将男孩拉去治疗 可回到宿舍的众人 也纷纷开始出现腹头 在军官的询问下 科尔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 了解缘由的军官 便敲开了隔壁农场的门 在一番检查过后 军官发现了地上的马饲料 农副解释称这里面混杂着老鼠屎 如果吃了的话肯定会生病 而且还是他特意放在里面 为的就是祸害德国人 说完便笑着离开了 在查清楚原因后 军官让威尔去海边打伤一桶水 然后让腹痛的众人喝下 将肚子里的老鼠屎催吐出来 紧接着 军官用冷水冲洗他们的身体 这才让众人的症状有所好转 次日 军官驾车来到前线医院 想了解一下被炸男孩的状况 但护士却告诉他 男孩因为伤得太重不幸离世 感到愧疚的军官 便决定在这里给男孩们带些食物 可这一幕却被里面的上尉所看见 因为在他眼里 食物是绝不能优先分给德国人吃的 而回去之后的军官 则把食物全部分给大家 饿了好几天的男孩们 纷纷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而军官为了稳住他们的心态 便谎称那个被炸伤的男孩 已经送回了德国 只要大家抓紧排雷进度 所有人都可以和家人相聚 而被蒙在鼓里的众人 不仅干活更加卖力 甚至连回家之后做什么都想好 然而想象总是那么美好 但现实却又是那么无情 晚上 白天目睹军官撕拿食物的那名上尉 带着一群醉酒士兵来闹事 并且逼迫威尔当众喝尿 男孩们不敢反抗 只能任由士兵们肆意妄为 好在军官及时赶到 才制止了这场毫无底线的闹局 而上尉在临走时还不忘警告军官 军官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次日 威尔像往常一样趴在地上排雷 但却意外发现地围侧方压着一根铁丝 他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颗双线的 于是便立马提醒一旁的队友 双胞胎弟弟听闻 便赶忙告诉山坡上的哥哥 可由于风声太大 哥哥根本听不见一点声音 并且还在为拆除一颗地围而高兴 但下一秒 目睹这一切的弟弟疯狂寻找哥哥 可尸首早已被炸得四分五裂 弟弟难以接受这一切 军官无奈只能给他注入镇静集 这才让他逐渐安稳下来 而自这之后 军官便不再将南韩们锁起来 并且还会定期给他们带来食物 一个月后 沙滩成功被清理出第一片安全区域 他们在上面尽情地奔跑 甚至还和军官踢起了沙滩足球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不料这时却传来爆炸声 是军官的爱权踩中了地雷 军官将其全部撒在南韩们身上 并且将负责这块区域的路易单独拥责 好 谢谢大家